教導人學意都有益處 叫屬臣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因為神的話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自我 選擇走在神的道路之中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所以聖經就成為我們人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它是給我們肅靈生命力量的傳源 所以我們可以看 如果我們講 生命之道 今天我們怎樣去將它傳播呢 應該就好像這班仕徒 面對各樣的迫害之下 仍然放膽地去傳講神的信息 好 我們現在回到司徒行傳 第21節 師徒聽了者說 天將亮的時候 就進殿裡去教訓人 我們可以看到 坐了一夜的監 現在被釋放 不是被官府釋放 是被使者領他們出來 怎樣領 開了監門 領他們出來 但是一出來之後 他們沒有回到自己的住處休息 因為已經天將亮 即是黎明就要到零 他們在找時間 他們不回去休息 他們直接就來到 可能又是去哪裡 所浪門廊 這裡沒有講 去聖殿而已 將生命的道 去教訓人 我們可以看到 師徒們對傳福音那種熱切 沒有想到自己面對的困境 面對這種一夜的疲勞 他們沒有信心 因為天使向他們啟示 叫他們去 去哪裡 站在殿裡 他們就按著天使的吩咐 進殿去教訓人 是全港生命之道 相反 另外一幫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來了 叫齊公會的人 叫齊公會的人和以色列族的眾長老 就警察到監獄去 要把師徒提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場景 流夜 天使將他們帶出來 他們現在個個已經站在所羅門 在講 治病救人 另外一邊 他們不知道天使救了他們出來 他們在準備 將他們從監獄來提到公會面前 去審判他們 所以 他們將所有公會的人都叫齊來了 裏面有什麼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 即是公會 那七十個人 叫齊公會的人 七十個人都到齊 以色列族的眾長老 即是說不單止公會的人 還有什麼 民間的族長 有在十二個支派裏面 有地位的長老 叫他們來開會 來審這十二個使徒 那個個都坐好了 就找守殿官下的祭司 向外監領這班使徒出來 所以說 要把士徒出來 要提堂 要他們出庭受審 誰知道 又彈了 彈 但 警察亦到了 不見他們在監獄 就回來品報說 去到 沒有人在 他回來說 不知道那十二個使徒去了哪 二十三節 門看見監獄 關得極妥當 看守的人也站在門外 及自開了門 裡面一個人都不見 天使是開了門 天使是開了門 天使沒有叫他們穿牆 你看得很清楚 天使一樣按著什麼 順著人身的這種 要打開門 送他們出去 但是 家門打開那些守衛的兵 一個都不察覺的 他們離開 這些兵丁也是猛然的 他們一樣站在門上 但是好像有染眼法 他們一點都看不到的 你明白嗎 好像是一種 他們很自由的開了門 出去了門關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景象 現在來到 以為開監門 進去提人 但是 監門關得極妥當 極妥當 當然是一把鎖不夠 鎖多幾把 還不妥當? 鎖也還沒開 但是那些守門口的人 個個都站在門口 守住監倉大門 但是門開了 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去了哪裡? 第24節 守田觀和祭司想聽見這話心裡泛爛 不知這事 將來如何? 我們明明抓了他 這群人跑去哪裡? 那些兵丁又按著監視看守 監門又沒有破壞的警長 那怎麼辦? 這群人都坐在這裡 解散嗎? 要怎樣去找這十二個使徒 所以他們不知道怎樣去處置這件事 第25節 有一個人來稟報說 你們收在監裏的人 現在暫在店裡教訓百姓 所以這個有一個人來稟報 既然是稟報一定是怎樣? 是嗎? 守電官下的差役 因為守電官只有一個 差役可能有很多 而這個可能就是負責祖姦去巡視聖殿周圍的地方的人 他看到士徒們在所羅門大聲地為耶穌作見證宣說道理的時候 他就馬上走回去開工會的地方 去引報給他們聽 你們想找那些人 現在在聖殿那裡 教訓著百姓 工會是禁止他們教訓百姓的 工會是禁止他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去行這些神跡歧視的 但是你有禁止 信從神 不信從人 是我們必要做的事 所以他們放膽在所羅門廊下繼續傳福音 致病救人 第26節 於是守電官和差役去帶使徒內 並沒有用強暴 因為怕百姓要用石頭打貪 我們可以看到 守電官帶著差役 馬上把12個使徒抓來 但是不敢用強暴 不敢用強暴 不敢用強暴相反 麻煩你跟我們去 去什麼 去工會聊聊天 喝杯咖啡 總而言之是比較有了 不是要鎖要拉 為什麼 因為12個使徒所行的神跡 所傳說的生命之道 受到百姓的歡迎 百姓的擁大 你拘捕了我們那個神醫 我們搬來的人 個個都不得醫子 所以他們怕石頭用石頭打他們 扔走他們 所以請他們去 不用強暴 師徒們仍然是要怎樣 大家看到 師徒們有沒有說不去 沒有 為什麼 信復權兵 工會有的權兵都是神智的 你要信復權兵 所以他們一樣跟著他們去 所以他們一樣跟著他們去 好了 大盜了便叫師徒站在工會前 大祭司問他說 我們不是嚴嚴嚴的禁止你們 不可奉誠這名教訓人嗎 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 大家可以看到這段 第27節 師徒們已經來到工會 面對大祭司 大祭司開口問他們 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嗎 因為上次是放了他們 恐嚇他們 要他們不可以奉 用拿撒冷人的名字去傳福音 所以這裏沒有說那個名字了 我們都叫你們不要放他的名字去教訓人 你們明明知道的了 你們現在是甚麼 明知故犯罪家一等 用這個言語 向這班師徒示威嚇 你們不單止不聽 怎麼樣 都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 哇 得了呀 就是說整個耶路撒冷的人都已經聽到這個福音 個個都知道有一個耶穌 這個耶穌是哪個呀 是拿撒冷人 這個耶穌是怎樣的過往呀 是被這班人釘死的 交給比拉多釘死的 現在他已經升了天 復活了 所以說 現在賜給我們有權力去醫治你們 這個這樣的信息 已經整個耶路撒冷都知道 不單止耶路撒冷知道外鄉的人怎樣 也知道將死 快要死的人抬到來 希望怎樣 得醫治 而且他們也得到醫治 但是他們 這班大祭司提出一個很特別的問題 想要叫這人的血 歸到我們身上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不是他們釘死的 耶穌是誰釘死的 是比拉多交給羅馬兵丁去處死的 因為這個行死刑的權兵在羅馬政府手裡 公會是沒有定死罪的 所以耶穌之所以 耶穌之所以死 耶穌的血之所以流 外表看來是羅馬政府的事 但是你們現在講到 是我們將他交給外邦人的手 我們出賣了耶穌 以致他受死 所以這個血就歸在我們身上 他們願意的 比拉多問他們 怎麼樣 釋放巴拉巴 釋放什麼 耶穌的時候 他們說 驚死耶穌 怎麼樣 這個人死的血 歸在我們的身上 甚至歸在我們子孫的身上 他們是當著 比拉多的面前是這樣說的 所以現在這個罪 是不是真正要拉到我們這班公會人的身上 這班公會人 可能仍然是 當日那班公會的人都還沒有接受 是嗎 大祭司仍然是誰 戈亞法 可能還沒有換朝換代 這班人是有份去把耶穌交給羅馬的官長 所以他們自己心裡有事 所以他們說 你們將耶穌的死 將這個責任歸在我們身上 你們是不是想這樣啊 比特 我忠實徒回答說 信從神不信從人是應當的 在這裏大膽一次 因為這句說話 上一次審判已經講過 今天面對他們 沒有第二句話可以再講 仍然是用這句說話來敵黨大祭司的問難 他們說 我們現在這樣做 是要信從人 因為要信從神 你們很清楚 我們今天這樣去做 就是要信從神 不信從人 而且是應該的 沒有錯的 錯就是錯在你們 不認識這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下面講出 你們掛在木頭上 殺害耶穌 我們祖宗的神 已經叫祂復勃 神 且用右手將祂高舉 叫祂作君王 作救主 將悔舉的心和赦罪的恩 刺給意識的人 在強權壓迫之下 他們毫無據悔 放淡直言 將耶穌被殺害的事 怎樣 神叫祂復勃 怎樣將祂高舉 叫祂作君王 作救主 其實就是在這裡向這班大祭司 工會 與及地方的掌路做什麼 傳福人 作見證 怎樣 最重要的就是 將悔舉的心和心 祂說 謝罪的恩 賜給意識的人 他沒有說 賜給你們 為什麼 他們其實 就是什麼 以色列人 包含這班祭司 掌路在內 不是說 謝罪的恩典 悔舉的心 賜給你們 他說 賜給整個意識的人 叫他們想一下 你是不是以色列人 你是以色列人 你就要接納 你就要灰蓋 你就可以得著謝罪的恩典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 面對你們的壓迫 仍然這樣去做見證 所以第三十二節 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為這件事做見證 上帝賜給信蟲的人的聖靈 也為這件事做見證 我們今天到處傳說 耶穌復活的信息 藉著祂的名 行神之旗示 為這件事做見證 就是要你們知道 知道什麼 知道被你們釘死的耶穌 是救主 是來拯救你們的 是君王 看著 先講君王 後講救主 因為猶太人等候的是君王 等候的是尼賽亞 要讓這幫不相信復活的殺都哥人知道 那個已經復活了 而且是什麼 就是你們所日夜盼望的尼賽亞 是君王 是基督 是神基兒子 所以他也是你們的救主 只要你接納 受他的信息的感動 生出一個悔改的心 你就可以得著 赦罪 得著 救恩 我們就是為這件事做見證人 你們是不是以色列人 你們是 你們就接納 他說 神 賜給信蟲的人的聖靈 亦為這件事做見證 為什麼 我們今天之所以有這樣的能力 是什麼 因為聖靈的抗力 五信之 你們都經歷過 為什麼 當日很多人在聖殿裏面出來 圍著這幫講國際方言的師徒 他們是看到的 所以 我們做見證 聖靈做見證 這些神跡歧視 亦為耶穌作見證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審診的過程當中 誰是審判官 不是工會 是什麼 是師徒 這個街下仇 理直氣壯 指著他們 說他們是什麼 硬心 你們應該接納 但是結果是怎樣呢 下面再續 時間多 我們請高台